大家好,我是楼丁 不管你现在身处任何岗位 学生、行政、技术、销售、在乎老板等等 本期视频都值得你助流观看 从这里你将获得如何把商品卖给客户 如何在面试中拿到更多的offer 如何将你的项目推荐给投资人 甚至如何跟你的朋友更好地相处 现在你面前有一支笔 你将如何把它销售出去 你是否觉得片段中的方法十分巧妙 甚至让人想拍手叫绝 但我想说的是 请忘掉刚才这个片段的做法 因为它可能能够让你把任何东西卖给任何人 但却不能保证长久 本期我将教给你的是 如何长久地把商品销售出去的第一套方法 在我们开始之前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认为销售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好产品吗 还是好方法 好价格 还是别的什么 把你唯一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我结尾说我的观点 现在进入正题 现在你手里有100台苹果笔记本电脑 你如何把它销售出去 在你脑海里有一个大概的思路和方法吗 这时候可能有人会说 先找熟人买 跟他们说苹果笔记本的样式漂亮 性能稳定 寿命长 大家需要买一个 还可能有人会说 我想在实体店和淘宝网店 都挂上产品的介绍 多取到销售 这都是很好的方法 但是这两个例子 都是最终表现出来的表象 接下来 我说我的方法 在销售之前 第一件事 就是先明确自己的客户是谁 是办公室里的白领吗 还是即将上大学的设计院的学生 如果这样 那你做的就是一个2C的生意 再或者某些地球经销商吗 还是一些小店的店主们 如果是这样 那你做的就是一个2B的生意 这都能成功 但是我想说的是 筛选自己的客户很重要 你的价格 库存 物流 甚至关系 这些因素都将支撑你走哪条路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能首先筛选到哪些客户 在座的各位 多多少少 都有人接来过这样的电话 对方操着一口某地区的口音 说 喂 你的银行账户出现了问题 给我打些钱 我帮你搞定 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 这年头了 怎么还有人用这种诈骗方式呢 谁会上当 但其实上当的人大有人在 骗子之所以 这么大量的四处打电话 其实也是在筛选客户 他们知道接电话后 你们这种一定不是他们的目标客户 他们要的就是那种 接起电话来就慌张害怕 并且寻求他们帮助的人 我们做销售的时候也是这样 只有明确了相关的客户销售起来 才更容易 就像把美白化妆品销售给女性 就是比卖给男性更加容易些 一个客户多年来一直光脚走路 虽然如果有了鞋子会更舒服 但是很可能他根本不知道 他需要一双鞋子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第二个步骤 挖掘需求 这一步的目的就在于 让客户知道和感知 他真的需要一双鞋子 医生在给我们下处方之前 讲求望闻问切 了解我们的病痛的位置程度等情况 再了解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等等 才会给我们开出合适的药房 我们去向客户挖掘需求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比如我要向客户销售一款电脑 我们要先了解客户为什么要买电脑 这时候他自己会说出来 我是做设计的 或者我是用来炒股看盘使用等等 通过跟客户交流 就能了解到他的很多信息 如果他是做设计的 那就需要一个内存足够大 性能足够好的电脑 如果他是为了炒股看盘 那就更需要一个windows系统的电脑 以及需要一个大屏幕的 如果他是想用来日常办公 而是出差比较多 那么减小便捷就更合适 总之具体聊天的时候 聊什么是灵活的 最主要是要了解客户为什么买 真实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样 然后我们才能针对其需求 对症下药 这就是挖掘需求的重要性 其实在挖掘需求里面 不同行业会涉及各式各样的话术 如果涉及到一些客户的隐私信息 我们可能还要顾及客户的面子的话去说 但是一个视频没法做到面面去到 所以这一步我们先暂时过 如果说我们了解了客户 想要买什么电脑 解决什么问题 这时候就要给出具体的方案和产品 给出方案本身不难 难的是为什么你给 别人也能给客户要选择你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建立跟客户之间的信任 信任感的建立是从第一面就开始的 如果一个律师穿着睡衣出来跟你谈私访 第一印象一定是很难获得信任的 如果一个军人一坐下就翘着二郎腿 第一印象也会觉得这不应该是个好兵 所以客户在第一次从电话里 或者第一次见面开始 你的着装 言谈举止 各方面就已经在传递出很多信息了 这些信息就会给客户上带来感官上的体验 人是理性动物 也是情绪动物 每个客户的性格不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在一开始跟客户进行沟通的时候 就要迅速判断客户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跟一个坦诚直率的人说话 拐弯抹角不进入正体 他们会觉得你磨叽 如果跟一个严肃庄重的人说话带着很多玩笑 他就会觉得你轻浮 所以为什么说学销售就是学做人 因为看人这一步非常关键 你能体察到越多类型的客户 你的销售面就越广 对不同的人通过言谈举止进行性格的判断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 我们可以放到后几期再讲 当你能在沟通上与客户达成不错的信任度时 基本上往下推进销售的进程 就会容易许多 这里面有一个现象 就是当一个客户信任你的时候 他们会愿意主动去跟你讲生活之类的个人话题 在学会察言观色的同时 想要增进客户的信任度 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你自身的专业性 只有你真正了解了你销售的东西 客户才会认可你 在你这里买车 如果将来任何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问你 或者在你这里买电脑 让他觉得你对电脑各个产品细节都非常了解 并且真的是在替他考虑 只要他觉得你是一个靠谱的人 你的销售就已经完成了70%到80%了 这时候在配合上我们刚才说到的 对客户的需求把握程度得当 基本上这个客户就不会丢了 当然前面所有的动作 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能达成成交 为什么我们去超市或者餐馆的时候 总是会有新的品类品尝呢 就是因为你品尝了之后 觉得好吃你就会下单购买 所以销售其他商品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让客户感知到他买了这个商品之后 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如果你卖的是食品 就直接让他品尝 如果你卖的是汽车 就让他去试驾 如果你卖的是游戏装备 那就给他三天的装备体验卡 假如是虚拟类的物品 比如服务于某公司的系统软件 那就跟客户描绘出他购买之后的未来蓝图 公司的流程会优化成什么样 效率会如何提高等等 假如你要射出的是楼盘 可以跟客户这样介绍 如果您注意到这个楼盘 将来孩子可以在楼下的幼儿园上学 孩子放学也不需要接送 自己走两步就回来了 如果日常工作累了 可以跟老婆到附近的公园走一走 坐在长椅上 看着喷泉 听着音乐 两个人计划着周末的郊游 再往前走不远 就是海边 你可以躺在椅子上晒日光浴 孩子在沙滩上跟其他的孩子一起玩 听到这段话 是不是脑海里可以显现出一种生活画面 相比于我直接告诉你 这楼盘好啊 有幼儿园 有公园 有海边 还有菜市场等 是不是就是两个感觉呢 总之呢 不论是沉浸式体验 还是描绘蓝图 都是为了让用户身临其境的感受 他对这个产品的迫切需求 当客户认可了这些之后 你需要做的就是推进成交 可以单刀植入的谈价格 这房子三百万 销售无处不在 上面的这些东西不是给销售人员看的 而是给任何人 你面试和相亲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人生处处都是销售 我希望你从这个视频里能体会到的是一种做事的方式 一种思考的方式 销售如此 但是做好销售也需要很多的客观因素 选行业 选公司 选产品 都是做好销售的前提 一个做设计的人想买Mac 可是你们店铺就是没有 这会是常遇到的事情 这时候最好不要强行销售 如果你告诉他哪里的商品是适合他的 并且推荐他过去 他会很感谢你 如果你经常这样做 你会发现 这些人虽然没有在你这买东西 但是他们却会给你推荐了很多其他的客户 所以 做销售之前 先学做人 客户是朋友 真正好的销售并不是靠套路跟方法 而是人品的累积 一名销售得以长久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客户信任的累积 一个人能够长久的立足社会 最大的财富就是信用 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 销售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人品 人品带来信任 信任给你带来更长久的销售 这个世界上销售有很多种 顾问式销售 推销式销售 快销品销售 金融服务销售等等 但不管什么再变 你会发现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道 那个道千百年来始终都没有变过 老丁是个生意人 朋友们下期见